中华冯来仙岛道教会在地区庙前广场举办 岁莫寒冬布施韩式兼有公晚餐的公益活动 中华冯来仙岛道教会的理事长张天豹表示说 在活动中也会进行祈福一事 透过活动关怀韩式兼有 同时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中华冯来仙岛道教会从1月13号到2月6号 共计25天在地区庙前广场举办 随模寒冬布施华林县韩式兼有民共餐供应活动 中华冯来仙岛道教会理事长张天豹表示 分在东方木工的慈悲的精神 关怀陆思和街友们 并且准备了精油香皂和便当 每天晚上前往现场供应 也邀请志工们一起来共享盛举 透过活动来关怀韩式兼有 同时也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这次我们办了一种当令 一种韩式兼有吃饭 我们一百十名 与我们团队中华方来仙岛道教会 理事与这些工作人员 非常感谢他们的支持 来办主这次的主要有民贼办 这次我们办的主题就是说 以中华方来仙岛道教会 一个总统的帮助 赌人及借罪 要来华方来吃 这次这次吃饭 讓大家冬天可以有一個鬆軟 感覺說有一個溫暖 讓我們大家替他們替他們替他們 也感謝我們這裡的理事和服務人員 現在他還要過年了 希望大家可以鼓起我們的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在這裡先讓大家帶著家女 將會發財身體健康萬事如意